杨幂是位非常有价值潜力的女星 她的各项资源都很丰富 论财富她可以算是明星里面佼佼者 不过去年却爆出了她乍捐的疫情 一下子便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对于这件事件 杨幂方在进行了几次官方的回应和澄清之后 至此就再也没有回应了 很多网友都以为诈捐门事件将伴随杨幂的娱乐事业一生 3月21日 诈捐门事件尘埃落地 北京西城区法院发布了最后的民事判决书 跟外界宣布了杨幂胜诉的结果 3月22号 李小璐名誉权案胜诉 律师讲道 李小璐名誉权案不是单一的案件 而是一次网络暴力事件 在跟进李小璐名誉权系列案件过程中 最让他震惊的是 散布谣言的用户中 不乏高学历研究生 亦有残疾人 出于蹭热度 亦或是利益驱使 引发如此网络暴力产生 令人恶然 虽然李小璐和普光事件 滴滴确确发生了 但是网络上 却五花八门的造谣 李小璐自己也称造谣 对自己伤害太大 胜诉后被告人 朱某区连续七天置顶道歉文 向原告李小璐赔礼道歉 并赔偿李小璐精神 损失抚慰金五万元 可见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每个人都要为 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最后他也呼吁大家一起抵制 打击网络暴力 更希望法律责任 加重到相关主体 不敢去造谣的程度 这样司法判决之社会引导功能 更能得以正面凸显 你们怎么看待杨幂 李小璐胜诉这件事呢